陈夫人 你们家那位唐小姐 你还是要多防备些 虽然这话我说不合适 可到底往后 也是要成为一家人的 那姑娘不是个好的 多谢夫人提点 夫人您是有所不知 我家那位 眼下就那一个亲弟弟了 他搁不断 这些年 我也厌烦了 说吧自己的态度 陈夫人又想起 苏夫人说的一家人的话 德夫人 您看得上眼 是我那丫头的福气 苏夫人笑而不语 陈家这丫头 她虽然看得上眼 可若这些麻烦人解决不了 她也是要保留态度的 总不能往后 让阿泽还要为这些事情操心 回去之后 陈夫人便把在苏家发生的事 都跟陈将军说了 反正话我放在这里 若是能结这门亲事 是最好不过的 那苏夫人是好相遇的 也是个会对人好的 但陈斯文今日的做法 已经让苏夫人生厌了 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怕是这门亲事就会作伴 到时候你自己想想 怎么跟女儿和儿子交代吧 夫人啊 你何苦要这般逼迫于我呢 我不管她 她又能怎么办 听到她又是这句老话 陈夫人也烦了 并不是让你不管她 至少不住在一起吧 到底是两家人 你想过我们的感受吗 这些年是如何相处的 你看不到吗 现在他们一家子的开销 也都是从府上的中宫开支 我何曾说过一句 先前婷儿 如何被欺负的 你心里没数 有什么好东西 不是被他们 想尽办法地要走 你这个当爹爹的 何曾说过一句 想起过往的种种 陈夫人就眼眶泛红 就是因为这些年 她一直让女儿忍让 忍让到了受欺负 不被发现 从来就不康生 她好几回都看到 原本是置办给女儿的首饰 戴在陈斯文的身上 到后来 女儿干脆就不要 自己给她置办首饰了 若是你没办法开口 就找个宅子 让我们娘三搬出去吧 你跟着他们一起好好过 丢下这句话 陈夫人便转身离开 留下陈将军 一个人留在原地 久久不能回神 她觉得夫人现在 的确就是在逼她 可是夫人说的那些 又是事实 她宁愿上战场 也不愿意去处理 家中的这些琐事 她宁愿上战场 她宁愿上战场 她宁愿上战场